管理可進出工地的工人名單 在合約工地正式給工人拍卡之前 工地管理員需要先管理該合約的可進出工人名單 在找到需要管理的合約之後 用戶可以在合約資料頁面的功能選單上面 選擇可進出工地的工人名單 介面頂部會顯示合約的基本資料 而在下面會見到兩個部分 依據裝置和依據工人 依據裝置的頁面會見到 已經在合約上登記好的獨證裝置 和在最近一個週期的上傳工人名單狀態 用戶也可以按手提裝置登記摘要 或手提裝置登記名制轉換監視模式 去顯示更詳細的資料 包括最後上下載連戰時間和工人名單的數量 而依據工人的額面 則可以被用戶檢視已經新增到該合約的工人名單 或者將工人加入到可進出工地的工人名單之上 用戶只需要按增加可進出工地的工人名單的按鈕 然後就可以輸入工人的建造業工人註冊編號 如果編號正確 系統便會顯示工人的中英文名稱 然後用戶就可以選擇工人在工地裡的主要工種 以及可以進出入工地的開始和結束日期 完成了之後按增加就可以成功把工人新增到名單之上 用戶只需要重複以上的步驟 就可以將所有需要在工地上拍卡的工人 加到進出入名單之上 如果需要修改名單上工人的資料 用戶也可以按編輯去變更工人名單上的資料 包括工種及開始結束日期 如有需要用戶也可以按刪除 將工人從名單上移除 批量修改進出工人結束日期 如果管理員將工地結束日期變更 在可進出入工地的工人名單上的結束日期 並不會自動更新 所有用戶需要在名單上自行修改每個工人的結束日期 如果要大量更新多個工人的結束日期 用戶可以用搜尋的功能才找到需要更新的工人 例如可以使用結束日期 去找到相對應的工人 找到相關的工人之後 就可以點擊大量更新結束日期 然後輸入新的結束日期 然後輸入新的結束日期 完成後就可以按大量更新 系統也會顯示已經成功更新的工人 和新的結束日期 即使更新的結束日期 更新的建築區 即使更新更新 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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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資料更新要追及更新更新更新的更新更新更新 Même open 当管理员已经将工人生成到可进出工地的工人名单之后 用户除了可以在界面上看到工人名单之外 也可以点击导出可进出工地的工人名单按钮 将整个名单导出自试算表 除了将整个名单导出自试算表之外 用户也可以在进出工人名单的选单上面 选择工人资料及工种 在页面上面用户需要先选择合约 然后就可以在右上角选择需要导出的资料里面 工人详细资料会导出一个包括工人注册编号 卡序号 有效日期 以及平安卡号码及其有效日期 而工人工种名识 则会导出所有在工人名单上的工人 所持有的所有工种及其有效日期 重要手法 然后就指定补成 Northwestand 常依靠是一件警署 sewn毛不可 大的避免 那么没有音真 BI 但底盗询请 连你 对